钢笔划写过纸面一笔一画 完美比例的字体悦然纸上 美丸知名的钢笔美学家 韩玉清教人学写字 这样的课程一开就是十多年 韩玉清认为钢笔字体的美 在于每个人笔下都有自己的节奏模样 它能够完整地传达 以及放大你的情绪 尤其是在写字的当下 它的变化性 笔尖的研磨 角度材质 还有笔身的重量感 平衡感 在每个人在表现的时候 因为人写字是有感情的 跟电脑打是不一样 电脑是工整 方便修改 可是人的写字 它当下有心境 心情的一个变数在里面 然后这样个人本来字体的风格 什么样的字体都难不倒韩玉清 中式 日式 英文 法文 甚至欧洲的古字 他都能驾驭 最喜欢的是那种法式的字体 就是绕来绕去 还有它的线条相当地优雅 相当地有节制 它不会说像美式的书法 好像因为很喜欢有一些花边 除了交写字 韩玉清也叫钢笔画 他认为透过钢笔和四千笔 互相搭配 可以让图画显得更有层次 而热爱五文诺墨的他 也是个收藏家 珍藏许多古书 与数百年的精品印刷品 而收藏最多的当然还是一个个 有历史的手工钢笔 古式钢笔的话呢 因为他们这个要求的比较讲究 因为以前这个年代的人 在用钢笔的族群 不是我们现在的所谓普及性或学生 或是一般上班族 以前都是贵族或者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 他拥有这个笔是他身份的一个象征 像这一款是比较新一点的 它是大概1890之间的 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的末期 它的设计比较节制 但是同样带有古典的色彩 后面这个是玉 一种叫玉 玉髓的一种宝石 然后看它这个自动笔是缩在里面的 然后你要用手法转开 然后用转的 最初从伦敦念完艺术回台 在台湾的大学教授美术设计 意外地走上推广钢笔文字这一条路 现在的他一年学生数千人 场上邀约不断 许多国际精品纷纷与他合作 请他写字 一组字就要上千元 一次接案就是起百分 复古的习字既是美学展现 也是疗于身心的调剂 传统的文化 在现代依然绽放广望 记者天理林世达采访报道